哈喽大家好,我是李飞白 你知道电脑人机的游戏水平达到什么程度了吗? 先来看看马总关于王者荣耀觉悟AI的谈论吧 和王者荣耀团队我们又合作开发了AI觉悟 觉悟不依赖人类的经验 它从0到1自觉成才 目前觉悟已经达到了职业水平 那么这是从专用人工智能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重要一步 看完视频是不是觉得后悔一两 电脑AI居然可以达到职业水平 实在是太过恐怖 而且这是马化鹏亲口说的 相信没有人会不认识他吧 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游戏总是连贵了 系统想让你输的时候 会安排人机来演你 还演得天衣如风 当你连贵之后系统实在看不下去 就可以安排朝抢人机成为你的队友 直接带你起飞 可以说被AI安排的死死的 其实有个小技巧可以捡人对手是不是人机 当你怀疑某个玩家是人机时 可以向他打字聊天 甚至可以挑衅一波 如果他无论如何都不回复你 很可能就是安排了人机 毕竟没有几个玩家 能忍受出别人的挑衅 小伙伴们遇到过一次超强人机吗 我是李飞白 记得点击订阅按钮 可以收到我的最新视频